被称三废的法术套竟是实用界的天花板 对于法术套装除了师驼的变身套和灵波的碎星绝套外 其他一律被视为垃圾套装 但有一些法术套是因你不了解任务机制而被视为垃圾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三大实用的法术套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刷场景每个侠客都应该经历过 曾经流传过一种说法 如果一回合清怪 则接下来13秒肯定不遇怪 为了多遇怪 试图通过控制怪物数量达到两回合结束 这种说法只能是说说对了一半 其实可以明确告诉你 只要你五人组队的情况下 从当前进入战斗开始到下场进入战斗 时间必定是60秒 举一个例子 这场战斗是23点1分50秒 下一场战斗必是2分50秒 也就是你10秒清怪和45秒清怪 预怪的结果是一样的 一般用物理清怪时间在40秒左右 其实剩余的20秒你都在跑的路上 所以在场景中输出单位可以戴上练习化神套 多消耗3秒 不单不会影响效率 加上法术套不消耗耐久 让队伍几乎成为涌动机般的存在 当然单人与组队不同 单人预怪时间是30秒 而单人在场景一般都是使用妙手空空偷卡 而使用三次妙手空空的时间 基本约等于30秒 而在这个时长结束战斗 触发上文流传的机制 约在13秒左右 肯定不预怪的 因此你偷卡时完全可以使用练习化神套 相当于多花3秒释放技能 连续恢复5次魔法 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提及普度众生套 或许会联想到 它是被快节奏任务所淘汰 但在打图机制来说 它依然焕发着新的生机 在早期梦幻打图时 接任务时间有2分钟间隔的限制 即使打得再快也接不上任务 因此普度众生成为打图堂的首选 现在虽然没有这个限制 但你只要打得快 验证必定是频繁的弹出 让你不得不慢下来 其次大堂一般扫4-5回合 就是扫不出来了 必须补血才能扫出来 一个140级大堂 至少有700魔法 而使用普陀套后 能用15次左右的普度众生 加上自身的气血 能扫20次 也是近半小时不用回血 难得一个省心 最后就是楚楚可怜套装 它对任务虽然没什么用 但赋予的隐身能力 在捕捉召唤兽中极为出色 由于是隐身状态 导致怪物根本打不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将召唤兽收入囊中 这种近乎作弊的捕捉套路 让楚楚可怜套成为了捕捉宝宝的不二之血 还有哪些套装使用 评论区记得哦